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是同一个月 旧约与新约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 神与列祖所立的旧约 以及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在实质上是如此的相同 以致可以说这二者实际上是同一个月 二者的差别在于实施的方式 然而因为没有人能从如此简单的叙述 而得到完整清楚的认识 我们必须进一步详细解释 要写明其相似性 更准确地说是合一性 我们无需重复赘述前面已讨论过的细节 我们也不需在此讨论后面所将论及的 在此我们必须站稳圣经的立场 三大主要论点 第一 旧约为犹太人设立的目标 要他们盼望追求的 并非属肉体的兴旺和快乐 反而神收纳他们进入恩典之约 赐给他们永生的盼望 并且以圣言 律法 先知的话 作为他们被收纳在恩约里的明证与确具 第二 神与他们立的恩约 并非倚靠自己的功劳 乃是唯独倚靠照他们之神的怜悯 是白白的恩典 第三 他们拥有并认识基督为他们的中宝 并借着他与神联合 以及在神的应许中有份 关于第二点 人们对旧约子民 也是靠白白恩典得拯救 还没有充分透彻的认识 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解释 我们在此只需确认 从众先知无数明显见证所得 神已经赏赐获所应许的一切福分 唯独是出于他的慈爱 关于第三点 旧约子民是以基督为中宝 我们也已多次提出圣经的明证 至于第一点 旧约子民所得的应许 并非是属肉体今世的利益 乃是永生的应许 我们也已经在前面提过